而花蓮县石雕协会首次举办的 早时见光2024花莲手敲石雕家年华 在鲤鱼潭风景区潭北广场举行 那么九位青年石雕艺术家 在10月5号正式开工后 必须在九天内不靠任何的机具 以纯手工敲打完成一件石雕作品 那么期间也让游客体验了徒手敲打创作 另体验的游客是高度赞赏与肯定 那么活动直到13号为止 民众也不妨趁着国庆假日前往欣赏 花蓮县石雕协会首次举办的2024 花蓮首敲石雕家年华 不靠任何插电工具 以及重型的切割机具创作 就连包括韩国石雕家在内的石雕家 都觉得难得的创作体验 这是第一次承车用手招的作品 因为之前都会有机器嘛 然后这次就是只能用最传统的工具招 回去到贴三通 这就是随着十大眼镜 我们现在平常在工作室也都是拿这个电动工具 对那这次就是回归初心这样 然后就是可以体验前人的辛苦 然后不同的方式去感受这个石雕跟我们创作者的关系 用手敲的话还真的是第一次这样子 以前用手敲顶桌就是卸料这样子 然后刚开始敲会第一天很痛苦嘛超痛苦 那现在有这个机会可以体会一下就是以前的人没有工具的时候是怎么敲的 然后自己也可以提升利用手敲这种方法 其实也可以提升自己对于造型的美感啊设计啊 还有最主要可以训练一下自己的耐心 这是一个很棒的活动真的 这是我第一次其实我用手敲的这个技术 然后在他的经验来说是很特别的一个方式这样子 而之所以会举办这场手敲石雕加年华 花莲县石雕协会就是希望能够让民众就近距离的感受石雕创作之美 我觉得有别以往以前的那种创作与模式啊 当然在以前的创作模式是因为需要制作大件 你要在短时间内完成一件作品 必须要切割的方式 敲找的方式才有办法利用现代的工具去完成 那其实我觉得它最大的因素是 它会有粉尘跟噪音的污染 比较不利于观众的亲近跟理解的感受 那如果像这种手敲的方式啊 是会有办法更亲近民众来了解关心 甚至喜欢艺术的人可以更亲近这个手敲营的互动体验 那我也希望说如果未来国际石雕创作营 也可以利用这种手敲的方式 就不会被民众抗议说粉尘噪音的一个问题 来到这里的游客也可以拿着石雕工具进行创作敲打体验 更可以近距离看着石雕家 一脚一脚的雕刻作品并且进行交流 纷纷表示是一种相当难得的经验感受 活动除了创作营之外 也有石雕艺术展览 茶席音乐与市集等精彩活动 手敲石雕嘉年华活动直到星期日为止 民众不妨趁假期前往欣赏 早时见光欢迎 记者刘明胜花莲采访报道